沉浸黑暗,寻找光明 哈喽大家好,我是将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不社会言语动画短片 风车道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春风拂面,阳光明媚 大海深处回荡着海鸥悠长的叫声 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 一艘小渔船在海面随意飘荡 奇怪的是船长白胡子老头 并没在驾驶舱控制渔船 而是一动不动的站在船弦上 呆呆的望着水面 海鸥调皮的站在老头帽子上 还顺便拉了抛屎 可老头呢,依然没有反应 无动于衷 镜头逐渐拉远 在老头不远的身后 一座巨大岛屿直冲天际 岛屿最顶端的风车格外显眼 这里啊,就是远近闻名的风车岛了 岛民什么时候见的大风车 记不得了 不过岛上的居民怪异的很 大家纷纷站在大街上 勾搂着腰,锤搭着双臂 跟渔船上的白胡子老头一模一样 而且不仅是大街 整座风车岛上的所有居民 都闻丝不动 仿佛木偶一般 突然一阵微风吹过 山顶的巨型风车 缓慢转动 紧接着风车内部密密麻麻 缓缓相扣的齿轮轴承 也纷纷跟着运作起来 就这样 整座岛屿再次充满生机 人们呢,猛然惊醒 活动活动关节 继续做各自的事去了 最近小岛边缘 又多了一座正在建设的小房子 那是因为又有对新婚夫妇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丈夫小明呢,在努力盖房 争取早日住进婚房 为风车岛做贡献 妻子美美呢,决定做好后勤工作 为丈夫采购原料 就在夫妻俩充满干劲的时候 刚刚那阵风突然消失了 冰冷的风车停了下来 再看夫妻俩呢 斗志昂扬的情绪早已不见 纷纷低垂着脑袋 再次冷在原地 等待着风车下一次转动 不知过了多久 天色昏暗 已经到了半晚 轰隆轰隆 雷鸣声大作 狂风卷积着乌云 吹向小岛 风车岛的居民不再静止 一路小跑 做着各自的分内事 风越来越大 头顶风车转的 也是越来越快 为了不让暴雨影响 岛内经济发展 风车再次加速 在巨大转速的带动下 小明终于有工作可做 不过他敲击木板的速度 却越来越快 已经快到肉眼 无法可见的地步 与此同时呢 街上的居民 纷纷变成闪电侠 超光速移动 超光速干活 纷纷留下一道道残影 风车需要岛民 拼命工作的时候 岛民呢 就得拼命 至于大家的身体 是否能承受得了 那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边呢 随着风车内部的齿轮 加速转动 小明盖房子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窗户 门板 房顶 房梁 墙壁 楼梯 不一会儿 整座房子就被小明盖好 可由于齿轮呢 转速实在太快 嘎门 一面小齿轮 从风车内部脱落 掉在地上 与此同时呢 小明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他一脸疑惑的看着前方 很奇怪 自己在干嘛 双手为何会火辣辣的疼呢 看着依然在超速运转的风车 和街道上 光速劳作的人们 小明茫然不解 他不明白 岛民的速度 为何会这么快 或者说 为什么只有自己 慢下来了呢 慢慢的天空再次晴朗 今天一点风都没有 走在大街上的小明 毛骨悚然 因为他发现身边的人们 不再加速 反而呢 纷纷静止 一动也不动 找到山下采购的媳妇 把她抱回家 虽然大家呢 都处在静止状态 但时间依然 一分一秒的走着 好不容易把媳妇 抱回家 时间啊 已是下午 微风吹来 风车再次转动 妻子竟然活了过来 不管怎样 恢复正常就好 夫妻俩看着装修好的房子 幸福的拥抱在一起 夕阳夕下 两人感叹 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的房 不知不觉 已经消耗掉了大半生时间 免到 风车此时 又停了下来 妻子再次静止 小明 这才明白 原来岛上那个风车 可以控制人们的生活 自己应该和那个小齿轮一样 是偶然间成了 不受风车控制的例外 日子仍在继续 和妻子田园小屋的生活 浪漫美好 可有个问题 始终困扰着小明 虽然自己摆脱风车 拥有了身体控制权 但妻子呢 仍被风车控制速度 就像现在 夫妻俩本来在悠闲的吃着早餐 突然一阵风吹来 风车加速转动 需要岛民加速干活了 于是妻子呢 光速吃饭 光速洗碗 一把多过小明 正慢悠悠吃饭的饭碗 这风车啊 已经影响人民的私生活了 夜晚降临忙碌的一天 该睡觉了 就在夫妻俩 想进被窝做运动时 脱衣服脱到一半的妻子 再次静止 小明叹了口气 虽然妻子此时毫无察觉 但还是给他披个毛毯吧 别着凉了 风车没了能量 便知百姓美于不顾 原来大家的时间 就是这么被风车偷走的 晚安 睡觉 第二天一早 小明发现身边空空的 妻子竟然一晚都没睡 这样下去 倒民的身体肯定会垮掉的 小明毅然决然跨出房门 提着劈柴斧 就朝山顶跑去 反抗开始了 窄王此时 风车转动 老板亲们纷纷苏醒过来 可他们最先做的事 并不是跟着小明砍风车 反而将小明牢牢抓住 愤怒的责骂他 你拿斧子想干什么 你要是把风车砍断 没了风车控制 大家岂不是连命都没了 就算能保住命 可没了风车转动 你能保证大家 不会变成永远静止的状态吗 年轻人 不要反抗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 只要能保住命 苟延残喘 也没啥大碍啊 不是吗 可尝到了无拘无数 不受风车控制的自由 小明根本就无法再忍受被风车摆布的日子 丢下一句 大家可别忘了 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风车 而非风车创造了我们呢 恰逢风车停滞 百姓们再次静止 小明头也不回地冲向山顶 抡起斧头 将风车连腰斩断 虽然执迷不悟的百姓们紧随而来 五花大榜擒住小明 但为时已晚 伴随着一声巨响 风车坠下山崖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自然之 山崖下有条小河 风车的夜轮伸进了小河里 面倒流动的河水 推着风车夜轮缓缓转动了起来 显然百姓们没有失去生命 也没有永远静止不动 而是彻底自由 可以一辈子正常匀速的生活 再也不会被风车偷走宝贵的时间了 人民创造出风车 于是风车存在的意义 便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富足 并不是为了让风车控制人民的生存 毕竟风车岛真正的主人是岛民 而非那个高高在上的风车 不是吗 不过来的风车